陈建强听了沐秀的交代后,点了点头,就打开大门走了出去。 外边王月春和周俊领正骂得唾沫星子乱飞,看到大门打开,俩人都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,琪琪闭上了嘴。 陈建强环顾了下四周,看到刘妖妹等人都还在,她不由举起手里的钱递给了王月春,然后提高声音说道, 东家说了,钱你们先拿去用,回头有空了,把他兄弟家儿子带过来看看,俗话说外甥随姑,没准这外甥入了姑姑眼,那以后就享福了。 大家都没想到,陈建强出来会说出这么一通话来,按理说,王月春和周俊领都骂得这么难听了,周水莲竟然还能又给钱又说好话的。 难道周水莲真的是因为想相看兄弟家的儿子,然后过来给墓水接香火? 这个想法,大家越想越觉得有可能。 如今墓水家这日子,哪里都过得好,就是少了个儿子。 别看周水莲嘴上说儿子不好,可他心里未必这么想的。 退一万步来说,墓水难道不想要儿子吗? 大妹子啊,恭喜啊,你又要有孙子了,墓水家不会断后了。 陈建强看了下人群里的刘妖妹,笑着对刘妖妹道喜。 刘妖妹本来在看笑话,听着大家议论墓水周水莲的不是,他心里觉得舒坦极了。 可是这会儿,听到了陈建强的话后,他的笑容忽然在脸上凝结住了。 娘,这不行,这墓水家就算是过几,那也应该从咱墓家过几,从猪家过几算什么。 刘玉梅先是一愣,紧接着就气愤地对刘妖妹说道。 刘玉梅可是有两个儿子的,王贵英只有一个,真的要过几的话,那肯定是从他们大方过几。 之前也曾提起过这件事,可是当时被墓水跟刘妖妹给拒绝了,只是拒绝了他们,继续选择考虑从猪家过几孩子,那可要说道说道了。 可不是,那这偌大的家业,可不就都是水莲娘家的了? 娘,这事我是坚决不同意的。 木生握着双拳,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。 你不同意有狗屁用,不行,我得去找墓水说的说道。 刘妖妹几步上前就要去找墓水。 哎呀,我们冬家也是被逼的,你们是不知道,这两位闹得,哎,没办法。 陈坚强对着刘妖妹叹了口气,然后摇了摇头。 你们两个老不死的,做你们娘的春秋大梦,我们沐家人还没死绝呢,轮不到你们在这儿闹她。 刘妖妹听了陈坚强的话,直接就把矛头兑向了王月春两口子。 怎么,有人眼红了,我说我们水莲最有良心,最孝顺,有什么都不会忘记娘家。 哼,王月春举着手里的五块钱,得意洋洋地朝着刘妖妹仰了仰。 呸,这是我们的地盘,你们外村的人别想来带走我们村的一针一线。 刘妖妹被王月春的举动气得要爆炸。 你们自家的孩子不争气,别人看不上,自己不想想自家都是些什么货色。 王月春上次被刘妖妹羞辱的颜面全失,他这会儿觉得特别的扬眉吐气。 周大爷,周大娘,刚才咱们几个帮你砸门,你们打算怎么感谢咱们呢? 就在王月春炫耀的时候,刚才那几个帮着咱们的贤汉却是凑了过来。 谢谢小哥们。 周俊领对着几人拱了拱拳,几句谢谢就想打发我们了,你把咱们哥几个都当猴耍呀。 就是的,你们的谢谢也太没诚意了吧。 几个贤汉都不愿意了,他们才不要这么虚的东西,他们要实实在在的东西。 你,你,你们想要什么? 王月春看着这几个刚刚还在笑容满面,现在却是凶神恶杀一般的贤汉,与其有些街宝了。 就这个了,咱们哥几个刚好够分。 李军一把夺过王月春手中的五块钱,然后他们刚好五个人,一人抽了一块钱揣进怀里。 你,你,你还给我的,这大白天的,你们就抢钱,简直是还给我。 王月春一声尖叫后,就扯着嗓子嚎了起来。 这可是五块钱呀,他们两口子一年顶多就攒下四五十块钱,这五块钱顶上他们近两个月的收入了。 周大娘,周大爷,等你们以后也住进了这大房子,这五块钱算得上什么? 李军皮笑肉不笑地说道,把钱还给我们,你们啥也没干,就一人要一块钱,你们怎么不去抢? 周俊领心疼得双眼通红,他对钱的渴望,战胜了自己对这几个撞小伙的恐惧。 他鼓足勇气,拦住想要离开的贤汉,伸出手说道, 嘿,给你们脸还不要脸了是吧? 各几个的拳头可都不是吃素的。 李军对着周俊领挥舞了下自己的拳头,看着周俊领吓得脸色苍白,连连后退,这才不由得满意地吹着口哨离开了。 李军,还是你厉害,不然咱几个今儿怎么可能发这笔小财? 一个贤汉拍了拍李军的肩膀,小意思,咱们村的钱可不能让这俩老家伙给弄走了。 李军若有所思地说道,本来,李军去帮王月春砸门,也是因为他并不知道周水莲跟娘家的恩怨, 只想着帮着周水莲爹娘能让穆小草对他有好感,后来没想到竟然还有这么一场恩怨。 再后来,又听到说要过急的事儿,这事儿可不行,他以后可是要娶穆小草的,这穆小草要是多了个弟弟, 那这家产他几不是一个子都唠不着了? 穆小草一个子都唠不着,那他不就更是什么都没有了? 所以,李军眼睛一转,就挑唆着刚才的几个人一起给王月春和周俊领一个教训, 一来可以卖穆小草个人情,二来,这对他以后也有好处啊。 李军他们刚离开,王月春和周俊领互相悲愤地看了对方一眼, 就决定再去问周水莲要钱,结果两人刚抬脚,就被穆跟穆生两兄弟给拦住了。 你们,你们想干嘛?周俊领结结巴巴地问道, 不干嘛,这里是我们穆家的地方,这里不欢迎你们。 穆根气势汹汹地说道, 我女儿就在这里。 王月春望着两人说道, 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,这里没有你闺女, 只有我们老穆家的儿媳妇。 刘玉美也加入了进来。